剛剛那個圖縮文字部分 其實如果你是2013以前的版本 那就沒有這個圖縮文字 所以剛剛好像有同學就是按滑鼠右鍵之後 然後請問按右鍵怎麼會沒有新增圖縮文字這個功能 原來 這個 我把它delete掉了 剛剛同學問的比較多是排序 排序一定要放B4 資料再來Z到A 或A到Z也可以 有沒有這個才會排 不能放錯位置 然後再來就是 那個就是這個圓形圖這邊 那這個功能的話特別注意 剛剛有提到的那個 就是按右鍵圖縮文字 這個是因為我們現在用的版本是2016 像這邊好像我記得是2013以後才有 那如果 假如你今天是2010以前的版本的話 那你只能用這個新增資料標籤 那就比較麻煩 OK 那如果 比較麻煩 假設啦 你要做出來的結果 是希望看到跟剛剛一樣的話 那你要做比較多動作 也不是不行 可是是真的比較麻煩 那首先第一個 如果用這個的話 新增資料標籤 有沒有 它會變這樣 有沒有 它資料就直接給你顯示在上面 那怎麼辦呢 第二個 你必須點一下這個叫做資料標籤 那這個時候的話 它必須右邊要顯示那個設定的圖 這個 它的頁面 可是沒有的話怎麼辦 一般習慣是 點一下左鍵按右鍵 然後呢 找到這個叫資料標籤格式 它右邊就出來了 有沒有看到 就這一塊 這還有點麻煩 我覺得蠻麻煩的 然後再來怎麼做呢 這個是 它的上面要顯示 如果你要顯示成 它上面的名稱的話 你還把它改成 類 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類別名稱嗎 對 類別名稱 然後不要有值 有沒有 然後改成百分比 有沒有 然後這個叫什麼 顯示直引線這個不要 反正就是把 這兩個打勾取消 改成這兩個 那改完之後呢 因為它放裡面 所以要把它放到外面去 那所以改成什麼 標籤的位置 要改成什麼 終點外側 它就放出去了 OK 就是這樣 有沒有 但是 也沒有很複雜啦 只是說 如果你不是常常在用的人 光找這個功能 我看你就找到頭與腦杖了 所以 好啦 反正 這個意思就是 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用最新版的 那可能還是要花一點錢 就像買保險概念一樣 每一年 而且 它現在改名稱叫 Office 365 就是365天記得繳一次錢就對了 可是蠻好記得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自己記得 365 它不叫Office 2019 它就叫Office 365 我也查不到它為什麼叫Office 365 是不是因為它365天就是要繳一次保費嗎 保險 保護 反正就是繳一個錢就對了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假設沒有那個功能 你就只能用這樣的方法 一樣可以顯示出來 那接下來的話 最難的 今天最難的 就是要再加一個什麼 地址有沒有 裡面要把什麼呢 哪一條街 哪一條路 哪一條 這個是什麼 有沒有 哪一條道 應該是有一個什麼 市民大道之類 所以我給它一個欄位名稱 叫做路街道 路街道 OK 好 那當然 第一個 首先的話 你會發現 因為這個地址的結構 它比較沒有一個結構性 每個都一樣 你會發現 像這個的話 前面有區 像這個前面有里 像底下這邊還有什麼 這個前面還有零 那有一些是前面三個都沒有 沒有區 也沒有里 也沒有零 那就麻煩了 所以 像要怎麼判斷 理論上應該是 所以像以這一種狀況的話 用哪一個函數最簡單 這時候你要想說 理論上 我們大概可以推敲出來 我大概分析出來 大概就是前面一定會有零 有沒有 然後一定有什麼 一定有這個 再來就零 再來就區 基本上大概就是這三個 應該沒有別的 地址前面應該 除非那個資料是錯誤的 那就定當別論了 所以我知道前面可能有這三種狀況 尾巴大概就是接 不然就是路 不然就是到 有沒有 也是三種狀況 所以 接下來的話 我們可以用一個方式 就是一個函數 叫做 叫做 phine函數 那你 phine應該不知道 根本沒用過 尋找函數 尋找什麼呢 尋找 先找零 如果找不到零 幫我找理 如果找不到理 幫我找趨 反正呢 一定要有 就是前面這個字 那我只要知道前面這個字之後 他的下一個字 就是我要的字的開頭 有沒有 他叫 用md函數切割 那可是問題 尾巴應該幾個字 他有可能有三個字 如果全部都三個字就好辦了 像那個趨三個字 可是呢 不確定 因為可能有宗孝東路 有沒有 可能有市民大道 也有可能像這個廈門街 三個字 有三個跟四個啦 所以怎麼樣去判斷說 到底他是三個字 還是四個字 那其實我們知道有另外一個訊息 就他尾巴這個字 可能是路 可能是街 可能是道 那一樣去Find他 Find到之後的話 把這個位置剪掉前面這個字的位置 一剪完之後 剛好就是他的數量了 我應該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吧 不過你說 老實實在太複雜了 那怎麼辦 不過啦 我跟各位講 如果你不用這個方式的話 以前的做法是怎麼樣 點兩下Ctrl C 有沒有 Ctrl V 貼過 總共有三千多筆 難道你要這樣Ctrl C、Ctrl V嗎 那這樣做到下班也做不完 那與其這樣我倒不如把剛剛的公式想出來 好像哪個快 這個比較快吧 而且一勞永逸 甚至以後 甚至可以結合VBA按鈕按下去就好了 哪個快 當然是一勞永逸快吧 如果你不只做一次的話 那如果你是做一次 你說 老師我今天做完 再也不要做了 可是問題同樣的事情還是在發生 只是說換個樣子出現而已 對 那你倒不如 你就把事情徹底解決 這樣不就是一勞永逸 所以喔 我會把那個 第一個 當然不要教你土法鏈 第一個呢 我剛剛講的 Fy什麼呢 Fy零 所以你先找一個有零的 這個 這個是第幾列 第七列好了 先從這邊 它有零 然後再找零 如果沒有零 再找零 如果沒有零 再找零 反正零一定有 OK 那我們大家有知道 所以呢 我要先知道它的位置 那我先找到那個 這個位置 H7的位置 我從這邊來做練習 因為 如果假如沒有零 我沒辦法做練習 所以我先把游標先放在H7 然後插入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的話 叫做Fy函數 Fy OK 這個 這函數很重要耶 如果你不會用的話 以後說真的很多事情 你就變成要眼睛來幫你判斷 那不得了了 眼睛難怪會 像現在眼科生意最好 為什麼 因為現在每天都在那邊點 然後選 變成你就機器了 OK 那如果你不想要成為機器的話 那你就把這個學好 那你說 老師那這個跟寫程式有沒有關係 有關係 其實道理是一樣 只是換成程式的敘述方法 其實邏輯上都一模一樣 OK 好 Fy 那怎麼用 其實它底下你可以看一下 他必須給他幾個訊息 你要找的文字 OK 然後 V16的話是要找什麼 所以我們來看 按確定 不過我不確定 因為他有時候這個敘述 有時候模擬兩可耶 FyTest到底是要找0的那個字 我看一下 有時候如果我忘記 我這邊底下其實有公式 所以你們要參考的話可以看這裡 這應該 這個就是第一階段的 Fy什麼呢 0這個字 在哪一個儲存格裡面 那我先 先用那個 H7來做練習 所以Fy 好 那Fy什麼呢 FyTest你要找什麼字 找0這個字 所以你就是在這邊打一個0 有沒有0這個字啊 然後去哪邊找 V16的話 字哪個儲存格啊 這個儲存格 F7這個 有沒有找到 有 7個按確定 好 那意思就是說 有找到0 那如果0的下一個字的話 那就是 加1不就好了 如果你把它往上拉 你會發現 如果Fy 假設說你要讓它去找那個字 不存在 它會用這個告訴你沒有 緊Value的話呢 表示說 你給我的資料喔 沒有你要找這個字 OK 那底下的話 我看一下 點兩下 那你會發現 有0的 大概就這些啦 可是問題不對啊 那如果 假如沒有0 那我可不可以換一個 叫它去找什麼 找0 所以如果找不到 0的狀況 如何讓它去找0 所以喔 接下來 可能要換第二個函數了 因為呢 在Excel裡面 如果發生這個錯誤 這個叫錯誤訊息 如果緊開頭的 在Excel裡面 都認為是 叫什麼 Exception 就有點像例外 就是錯誤啦 反正你就記是錯誤訊息 那如果你要把錯誤訊息 過濾掉的話 可以記一個函數叫 叫IfAl 所以接下來的話 第二個 請你把這個公式 不包含等號減下來 然後再插入一個函數 叫做邏輯裡面 叫IfAl OK IfAl的話 Al就是錯誤啦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就是那個緊 也意思說 找不到那個0這個字的話呢 那請問一下 你要做什麼處理啊 大概就這意思 按確定 所以我把剛剛的這個公式貼到Value 然後呢 當然這個是正確 所以不會有錯誤啦 底下這個參數就是 如果Value是錯誤的話 那請問一下 你要做什麼處理啊 那我跟他講說 那你就幫我繼續找什麼呢 找理這個字 所以呢 請你再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然後呢 把這個0怎麼樣 改成什麼呢 改成理就可以了 意思是說 上面那個找不到 那你幫我找一下下面這個看看 來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向上填滿哦 如果有理這個字的話 它會出現了 有沒有 出現了吧 然後呢 底下再填滿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個理的話呢 已經越來越接近了 那剩下區嘛 所以區怎麼做 其實方法一樣 就是再怎麼樣 再把這個公式剪下來 再貼到ifl 如果上面還是找不到的話呢 再幫我找什麼 再幫我找區 就寫完了 好OK 這個地方 一樣哦 不過有點難哦 把這個公式再剪下來 再插入ifl 然後把剛剛的公式貼到value 然後呢 底下就是如果找不到你要找什麼呢 請你把fine 刮弧 理 刮弧 F7 後刮弧 Ctrl C 意思是說幫我 把剛剛那個公式再貼到底下 然後改成叫做區就對了 找不到零 也找不到里 的話哦 那請你去改找一下區 他懂了 我給他按確定看看 向上填滿 有了 向下填滿 有沒有 OK 如果說呢 我們已經知道這個字的位置了 那再找下一個字 所以下一個字就加1就好了 有沒有 所以把公式加1之後 有沒有 這個地方把它加1 後面加1意思就是那個字的位置 那如果有這個這個字的位置之後的話 那你再配合什麼 配合mid 就可以把要的字取出來 比如說下門階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公式再剪下來 再放到mid 這個最近使用過的哦 然後呢就把這個字的位置給他 字F2嘛 我跳到F2來 因為這個就沒有那個有沒有 哪一個字開始 剛剛的公式 就這個哦 貼到這邊來 然後取幾個字呢 假設啦 都三個字的話 其實你就打3 下門階就出來了 那你如果上下填滿 如果剛好是三個字的話 那恭喜你 可是哦 中校東 其實還有路對不對 就不ok 所以等一下 要解決什麼 三個字或四個字的問題 如果可以知道三個字或四個字的問題 那這一題就解決了 ok好了 這有點有點複雜 我再把重點維護一下 因為我怕你們一下子 實在是太超過那個你們的 ok 腦容量了 我怕會 會當機哦 所以啦 反正第一步 先finding 有沒有 然後剪下來之後 在ifl裡面呢 再fine 裡 再剪下來 再fine區 後面看你要不要先加1啦 如果不加1沒關係 先到這邊為止 待會我們就是從這邊開始 把那個後面的部分 整個講完 那我們全部都找完了 那你說老實 那以後會不會長這樣 其實跟各位講啦 以後類似的案件很多 反正一定會有前面那個字 的邏輯 也有後面那個字邏輯 只要你前面跟後面那個字 是有一個邏輯性的 那問題一樣嘛 照著套用不就好了 ok 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還蠻好用的 我覺得 而且這個 這個的難度已經快要接近寫程式了啦 所以如果你這個可以把它寫出來 以後要寫程式的話 那基本上大家都雷同 後面其實我們也會有一個程式就是 就是如何把這個邏輯 轉成VBA的邏輯 也就是如果這樣的程式 改成VBA該怎麼寫 後面也會再提到啦 但是可能前提你要先 先把這個公式先做出來 那後面才有辦法接 試試看喔